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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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P STOP 他正在来 他戴口罩 他之前说对疫情很有信心 谁都不肯下令 我戴口罩当然是我们来到美国 对着镜头当然是这么说 既然在户外我都是脱了他 不用 我宣布我们来到美国解除全球的旅游警示 这里中招破五百万 外下外周周长都很惨 我会将疫情杀杀杀 没有人比我更有杀伤力 是吗 我甚至比前前前总统杜鲁智更有杀伤力 他用原子弹去炸东营国都只是解决了十三万人 我领导之下疫情已经解决了十六万人 怪不得总统先生你又想杂志封面 哪份 我没有掃的 我倡议要清洁网络所有龙的传人搞那些坦剔啊 微信啊 又离 还有芝麻开门啊 是阿里巴巴啊 是巴巴 必须要继续封杀 随时下架 那即是在做生意会失凌无神被人吊烧牌照的 这个和科学有关 手机apps是可以传播细菌和病毒的 没有人比我更懂科学 我已经召见了我们理老美国很多大科学家 研发一款巨大的杀制 可以阻住地球转 我们太阳一升起马上将地球杀停 那些龙的传人就永远活在黑暗之中 日日上班都是开夜班 无尽地通顶 看他们累不累 哈哈哈哈 我已经吩咐脚毛卿肥贝鹤成立港澳办 直接处理香港大小事务 你当香港是你殖民地吗 第一件事就是要制裁当地官员 制裁? 没有人让我更懂得制裁 我要凍结他们的资产 还不准他们踏足利路美国 这里有保吗 不怕突然被你逮捕吗 有没有更严厉的 不准他们用iPhone手机 的士泥乐园不准他们入场玩 叫近得鸡外卖不送 不准吃星期时橙和加州提子 不准他们喝可乐 哇 这么大件事 快点看看他们什么反应 他们说寄钱给你冻结 100块 啊 还是Yen 激死我了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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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